报案人非常笃定 一万多现金就在车上 但民警排查现场后 没有发现异常 车子本身也没有被撬过的痕迹 那么钱去哪了呢 民警立即调取了监控 1月2号凌晨4点半 有一个形迹可疑的人 出现在报案人的车旁 只见他慢慢靠近车子 并弯下腰 随后直接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原来是粗心的车主 压根没有锁车 车主心也是够大的 对对对 是的 因为车主呢 而且这个钱 还是从他父母的银行 开始取来 要给他在工厂里面的 工人发工资的钱 结果呢就放在车里面了 车呢也没锁 之后就走掉了 锁定嫌疑人后 民警立即展开行动 很快就在一家快餐店内 抓到了张某 张某交代偷了钱后 去买了新衣服 又吃了火锅 钱已经被挥挥掉大半 临近春节 警方提醒 大家要注意保管好身边财物 尽量不要在车上 存放贵重物品 下车一定要确认 门窗是否锁好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请不吝点赞